所以我就沒有特別一個一個主意來做 其實做這個也蠻簡單的 你只要程式寫完之後 做這個都蠻快的 其實我只有做一個 其他都是複製貼上來改的 剛剛我同學說要怎麼樣刪掉 刪掉很簡單 按Ctrl鍵 然後這樣點它有沒有 這樣就可以點點點 點完就按Delete 就通通刪掉了 有沒有OK 或者是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如果你不按Ctrl鍵 按右鍵也可以 然後可以把它剪下來 這樣也是刪除的一個 但是這不是正統的 正統是按Ctrl鍵 可是我覺得有什麼差 反正刪掉就好了嗎 OK 反正刪掉就OK了 你不要太執著在某些方法上面 好啦 再來的話最後我們就是 再把剛剛的前期名 因為我們剛剛好像前期名有了 清除還沒有 所以清除把它寫完這樣就完整了 那前期名清除的話呢 第一個一定是sub 所以呢 拖籃一下 拿這個來改 前期名清除 OK 那怎麼寫 其實我跟各位講 寫法很多啦 你 反正第一個想到是 就是for i 等於多少 其實不用到43嘛 所以應該是2到8嘛 所以你可以怎麼 把這個拿來call 有沒有 然後2到8 enter兩下 然後打個net 反正有頭有尾就對了 有頭就有尾 然後裡面做什麼呢 針對哪個儲存格的範圍把它清掉 那當然看得出來應該是什麼 這個應該是i列的哪一欄呢 這個應該f欄 然後把它清空的話等於空的 這樣就ok了 寫完了 有沒有 這懂的意思吧 所以它執行完之後 它就會幫你把這個範圍 一個一個拿掉 再執行 又有了 清空 OK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清除的話可以這樣寫之外 其實呢 另外還有一個寫法 這個是一個儲存格 一個儲存格慢慢清 它有個缺點 就是如果你的 清除的範圍越大的話 那你可能效率越差 所以如果比較聰明的寫法 有另外一個 就是 如果你不寫上面這個 我把上面這個 當成註解 註解的話前面加單引號 有個比較快的方法就是 就是 上方的工具列 有個叫編集工具列 所以按右鍵有個編集 然後這邊有個叫 使程式變成註解 有沒有 前面就加單引號 那為什麼加單引號 因為 我不想刪掉 我想要留下來 如果你刪掉 我之後可能要把它改回來 我覺得 我就忘記的話 那你可以有個方法 就是把它 上面這個工具列有沒有 按右鍵 找到這個叫編集工具列 本來沒有 我真的覺得工具列還蠻重要 編集工具列 在這個 這個編集列有沒有 或者你記望遠鏡 按右鍵 然後編集 不過它可能是浮在上面 你可以把它按住標放 放進去就可以 這邊有一個叫做 使程式變為註解 有沒有就這個 如果你要把它恢復 就隔壁這個 使註解還原為程式 有沒有 你會發現它差別是 一個是加單引號 註解了 一個是把它取消 取消的話就是把單引號再拿掉 OK 好 那我把程式呢 先把它 先註解一下 因為我不要刪掉 我想要留下來 那如果假設第二種寫法是 不要用Sale Sales的話 它缺點是 一個一個輕 比較慢 而且比較沒效率 如果你要一次大量的3的話 那你可以用什麼 用Range 那Range 顧名思義啦 它就範圍 所以你可以什麼 刮鬍之後 給它一個範圍 什麼範圍呢 我要從F2 一直到多少 F8 幫我把裡面的資料清除掉 清除的話很簡單 一樣等於空的 它就會直接幫你把 這個範圍的資料 不過是清除更快喔 因為上面是一個一個一個 慢慢清 所以資料大的時候 會變慢動作 但是這個Range的話 是一次整個清掉 比較快 不過因為這個資料太小了 看不出來 知心 有沒有 全部清掉 所以兩個方法都可以啦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們理論上應該就把 六個按鈕給全部寫完了 那寫完之後的話 最後我們就把按鈕給做出來 那這一題應該就完成了 OK 不過啦 當然講完這個之後 其實大部分同學 其實有同學會馬上提出一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問題還滿好的 就是前七名 這個OK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 它出來的順序 是按照它排名先找到的 先再把它排在這裡 比如說第一個是第七名 當然第七名排在第一個 再來第二名排在第二個 所以它說 同學就有一個疑惑 他說 老師那前七名 可不可以幫我改成 按照排名順序 也就是前七名的下一個這邊是放第一名 這邊放第二名 一之類推 所以七名的話呢 就按照順序排列 所以如果假設 我希望把剛剛的程序 改動一下 讓它可以變成什麼 不要找到的放過來 而是先幫我把第一名的先放過來 再放第二名 一之類推 所以如果假設按照順序來排的話 那理論上 各位有沒有觀察一下它的順序 本來是一到七名 對不對 它對應到的列號應該是二到八 所以如果假設 你們要把資料放過來的話 其實有一個方法 我覺得可以不妨思考一下 就是說呢 它如果這邊是第七名的話 它應該放哪裡呢 12理論上應該是放在多少 應該是F8的位置 所以12應該放這邊 那底下的話在21第二名 第二名的話應該放在這個位置 這個應該是 21好像這個位置應該OK 所以又怎麼剛剛好可以放到 它應該放位 所以這個可能思考一下 然後最後的話 就把那個 按照順序排名 看看能不能改得出來 如果可以就好了 剩下的話就是把這個按鈕 自動幫我把它加上去 那加的方式的話呢 我在這個地方 我在做一次好不好 複習一下 記得就是插入這個有沒有 按鈕 記得從這邊開發人員插入按鈕 然後再拖拉一個 那總共有六個嘛 所以我的習慣是先做第一個 叫熱透彩 然後把名稱複製貼過來 那我的習慣跟各位講 當然你理論上要做下一個 可是下一個的按鈕大小可能會不一樣 比較麻煩 所以我的習慣是會把按鈕複製一下 然後做什麼呢 直接就在下面貼了 貼第二個 然後再點這邊一下 再貼第三個 總共六個嘛 所以我就剛好把它貼 再貼個五個 加起來剛好六個 然後你說 老師那全部不是都是熱透彩嗎 喔不是啦 其實你可以改嘛 怎麼改 按右鍵 因為好處是 他們長的一樣大小 你就不用去管 你現在要拉的那個大小 你可以先貼之後再重新按右鍵 指定聚集有沒有 把這個改成清除 然後把名稱再改一下 複製一下 然後這樣的話有沒有 你說底下的動作其實都一樣 就是重新再按右鍵指定一下 那這個應該是格式化嘛 有沒有 把它這個名稱改一下 然後一樣複製啦 所以這個tempo都固定的 就是一 在上面按右鍵指定聚集 二 把它的名稱指定之後的話 再把名 插的聚集名稱複製 並且貼到那個聚集 貼到那個按鈕上面 把它變更 這樣就OK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其他按鈕呢 試著把它完成看看 那最後想想看 如果我假設要前七名 我希望按照它的名次排列的話 那應該怎麼修改這個層次 那應該怎麼修改這個層次